佛告弥勒菩萨言 他跟弥勒菩萨讲 如果有女人能够受佛今生造佛像 永远不受女人之身 永远不投胎当女人 很多人不想当女人 你要多受佛今生 射受其身 假如她当女人 则为女宝女人中之宝 你看我们的七正宝不是有后妃宝 玉女宝吗 女宝尊圣第一 怎么叫尊圣第一呢 你看 一生孕子喜 她会生出贵子 传宗接代没有问题 第二呢 种族尊贵 她会投生在尊贵的种性之中 第三 秉性真良 她不会什么 淫荡 建议思迁 她很忠贞 非常的善心善良 第四呢 直向书觉 她的这个本质 秉赋 她的相貌 非常的殊胜 超觉 第五呢 思荣美正 她的这个形貌 很漂亮 很美丽 很端严 这个就是 女宝 她的一些特征 她又讲了 弥勒 一切女人 有八种姻缘 横瘦女生 与何为八 你有以下八件事情 你就一直投胎当女人 所以要小心 一者爱好女生 喜欢女人的身体 我这个很多男人都中标了 手机滑开 里面都是女人的裸照 清凉照 在那边欣赏 发来发去 一发 我有一个群组 两百多人 一发 你这下好了 你慢慢念专案吧 那个怎么办 人家再转发 一天一万多风 因你而发 你看看 所以贪爱 爱好女人的身体 女人也有爱的 女人很爱看 男人也有很爱看 那你会当女人 你爱什么当什么 所以有人说 女人怕蟑螂 我好怕蟑螂 好怕蜘蛛 那也好 你不会投胎当蟑螂蜘蛛 因为你在中阴的时候 看到你就会躲了 是不是 第二 贪着女欲 喜欢 就是这个 女人的 受女性的种种的欲乐 你自己就是女人 你又很爱想 女人的种种欲乐 喜欢找男生来做淫欲师 喜欢被爱 被约会 被塞钱 被债 被呵护 被宠 被讲话红 这些 就是你很喜欢 当一个这种小女人 这种特质 第三 口长赞美女人容直 这也不行 男女都会 对不对 女生我也听到很多女生 上次这个女的皮肤好白 胸部好美 女的也会讲 腿好长 常常讲 那你将来就当女生 男的也会 最赞 最好 还要再走 你看我直接给你看 下辈子就当女人了 第四 心不正直 父常所作 哎呀 这个不光明磊落 你心里有做那个事 不正直 都把它隐藏 师兄你昨天供求 怎么没有来 你是不是又有老毛病又犯了 还好 比较忙 头有点痛 乱说一通这样 句句都不是真的 都想隐藏 这样的人就是不光明磊落 你会头当当女人 讲话产区的 绕来绕去的 你看看你那样心态 那就是一个 那不像一个丈夫像 是不是 第五 艳薄自夫 看不起 讨厌自己的老公 自己的丈夫了 女人不敬自己的丈夫 师女德 男人不敬自己的太太 师父德 那是互相敬爱的 第六 念重他人 就是对自己的丈夫 都没有放心上 对外面的男人 男友 前任 小学时代的情人 特别放在心里 这叫精神外遇 像这样 脱胎当女人 第七 知人有恩 而己悖逆 知道自己先生 照顾自己什么的 但是你不放心上 知道以前 人家对你有恩 借过你钱 帮助你升迁 种种的你在 危难需要照顾 你故意忘恩 还去违背他 甚至恩将仇报 那你这个人就是 彻底的不光明磊落了 违背道理了 那当然你就一直投胎当女人生 第八 邪尾装饰 遇他迷恋 很喜欢打扮 然后把自己没那么美 去弄得那么美 遇他迷恋 去搁这个 去打那个 你看看你心里在想什么 然后呢 现在还有这个相片修图 你明明就是只有六十分 你就把自己修到九十八分 然后传出去给人家 你在想什么 你在做这个什么 大惊喜的游戏是不是 像这种事都在造业 这都是佛经讲的 所以有的人就打扮得 浓妆艳抹 这对你没有好处 若能涌断如始八世 而造佛像乃至成佛常做丈夫 对 更受女生无犹是处 不可能去受女生